新京报讯记者马锦倩 在有十几天铁路春运就将进入高峰期 一些身处幕后的铁路人也即将迎来自己春运时刻 在北京铁路鱼客运段的洗笛车间 今年春运期间 每天就要清洗床单 被照等卧具四万到五万件 比平时至少多上一万件 而他们还需要经过好几道卫生检验 才能最终上车卧具洗笛工许多 工人收检折叠 仅需两秒记者来到中国铁路北京鱼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客运段洗笛车间 一进门 蒸汽扑到脸上屋顶落下的水滴打到身上 两台95公斤的半自动洗衣机 四台100公斤的烘干机 九台运瓶机 十台全自动洗衣机和两台锅炉同时运转 车间里 机器轰鸣 北京客运段 洗笛车间副主任张永杰说 这个车间平均每月用水4000多吨 从脏品入库 到浸品被送到列车上 列车上的卧具中间 需要经过清点分类 洗笛 烘干 运烫 整笛等多道工序 每天早晨8点货车从北京站拉来第一车带洗卧具 脏品库六个清点工人 拆开分类 并清点核对数量 每天会有十几车的卧具陆续运完 工人将大量脏品运进车间 进行分类清洗 新京报记者吴宁舍 清点好的被套 床单 枕套 台部 被运进全自动洗衣机 餐车里带油污的座套桌布 被装进半自动洗衣机主洗好的床单 被照需要进入运瓶机 每件运瓶只需要不到十秒运瓶工人 两秒 就能完成一张床单的收剪折叠 窗帘等进入烘干机 由人工铝瓶装带 实在太小的座椅枕巾和软卧三角巾 则需要工人手运 运到进品库的卧具 还需要经过一道检查筛选 布料中间出现0.5厘米以上的破洞的卧具 将被爆残寒流有污渍的需要进行反洗 平常要洗半个小时反洗 则要四五个小时 再不干净 同样也要爆残 车间工人平均年龄45岁以上 北京客运段洗涤车间 有八十个工人张永杰告诉记者 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因为伤病 从列车上病退下来的工人 平均年龄在45岁以上 明年即将退休的孟海 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三十多年 1984年 他因为脑萎缩从火车上的厨师 成了洗涤车间的轰干工人 今年累六病情加剧 右手和右腿开始逐渐麻痹 那也得干啊 孟海土子不太清晰了张永杰说 明年车间要退休的老工人有八个 冬天还能好点夏天的时候 车间里温度能到45摄氏度以上 张永杰说 车间里每台运瓶机上 有两到三个滚轮每个滚轮温度 175摄氏度即使冬天 车间里的工人也都是穿着单一 夏天衣服全实施的包装好的卧具 准备出库 新京报记者吴宁社张永杰说 北京客运段洗涤车间 负责由北京站始发的16倍普快列车 多辆列车都改成了全卧铺车厢 每趟列车 最少也有一千套卧具需要替换 而流量大的列车上 往往还要储备双倍 但动车线路增加后车间工作量 比以前少了很多 新京报记者马锦倩摄影记者 吴宁编辑张璐教队刘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来到资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赎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